共軍前海軍少校開著快艇 一路直衝台灣淡水碼頭 專家說最荒謬的是 他暢行無阻 大闖三關 我方北區機動海巡 六艘大巡巡防艦沒攔他 淡水海巡七艘巡防艇 和一艘快艇也不管他 甚至淡水河口四大守望哨 也都失去功能 更離譜的是犯了大錯 連理由都有千百種 海巡署說是快艇靠岸 使我們去逮人 而自己發的新聞稿 卻說是夜中報警 我們安檢前往 但當事人自爆 是撞船後 他自己走到岸上請入診 幫他報警 傳說中的斬首路線的淡水港 都形同虛射毫不設防 快艇一進來 進來個五艘十艘 你不就結束了嗎 我們昨天總統府 就被人家攻占了嗎 那他如果沒有上船呢 現在已經在淡水夜市了嗎 在吃阿給了嗎 跑到士林夜市了 萬一說有什麼特種部隊 同樣的方式 一下子就衝到總統府了 那賴清德的小命 不就沒了嗎 正向只有一個 其實他是有全程監控的 當海巡署執 陳楚是位基層 網友更嘲諷 是要怪前線這十個小兵 同時下掉這機率 到底有多高 管閉林能不能有所進退 支持一點 自己辭職下台 不要再幹了 你再幹下去 就是提早解放軍 來解放台灣的大工程 殺國來的共町 你抓不到 民進黨部分 卻立委省不揚 卻要在國內抓第五縱 對於抓匪諜 不但懷疑大學教授 立委跟村里長 附路要抱準 回來還要報告 但各界痛罵 常去植入的陸田 你抓不到 只會扣團百姓紅帽 而資深媒體的李燕 卻更開酸 誰沒支持你民進黨的 就是高風險族群啦 更有網友嘲諷 趙天麟的小三 你查清楚了嗎 講誰是第五縱隊啊 民進黨就是對外無能嘛 只會對付自己人 打內部的敵人 來給民進黨和支持者 一個交代 當台灣自己內部 就被裂解的時候 你不是在讓老共 製造更好的機會嗎 比起在國內找共匪 民進黨政府 不如好好想想 如何補足國安破口 恐怕才是黨務之急 這張的門徐國豪 SN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 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 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